台东美术馆入口处的也是咖啡 正在募集说故事的人 不管你是大人小孩 或是有计划安排时间 到访美术馆的旅客 只要你是说故事高手 都欢迎你来应征说故事的人 也欢迎大小朋友 在每周六下午三点 来到美术馆户外小春堂 一起来听故事 我是蓝色的耶 你们都发现了对不对 小红到底是蓝色还是红色 那小红是蓝色的 台东美术馆入口的也是咖啡 正在募集说故事的人 上周邀请到总子书屋的千贝 来跟大家说故事 很喜欢介绍这种故事 一般的比较小的 这个故事 这个是小天下春版的 然后因为今天有请华帮忙要在场 讲的这个故事 也想要跟华帮忙要分享 就是我们一般社会对于孩子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 特别影响 前辈老师一口气说了三本绘本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你们觉得小红可以吗 小红说 我不确定 因为我是小红啊 现在台东又多了一个亲子绘本 听故事的好地方 每周六下午三点 在美术馆也是咖啡旁的户外小餐堂 每次约有30分钟的故事时间 欢迎爸爸妈妈们 带着小朋友来听故事 也欢迎喜欢说故事的朋友 来应征说故事的人 记者陈安如综合报道